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能也尽量不负 这青春 不负青春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负青春 不负青春的十二强都在这里了 走起 没错 来到第二期的节目了 你好 我是UNI老师Alson冠贤 你好 我是Jayden健豪 第二期青春声量有多大 来到这个正式的考核了 今天的SUPERLINE骑士呢 他们即将迎接第一个向外公布的考核 他们要有两分钟的主持 对 像当初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个走廊那边 一直在读自己的top set 一直在练习 现在他们也是一样 对 也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好功夫的 因为你要怎么样在两分钟里面 能够呈现出你想要呈现的内容 Jayden你去年是呈现了什么内容 我去年是说猪队友的内容的 猪队友啊 对 如果assignment如果做不好的话 猪队友要怎么样应付 所以今年还有遇到猪队友 没有欸 可能自从那一次我讲了这个top set之后 有人去听 所以全部都乖乖的 I don't know 没有 大家的远远你不想要 Why 好了 那我们马上迎接 今天第一位的12强 哈喽大家好 我是谢士盈 如果你觉得我的名字很难记的话 那你就可以叫我鲨鱼 鲨鱼今天准备什么节目内容 我讲的是追梦的内容 哦 追梦欸 就是年轻人的追梦啦 对对对 你的追梦时期已经过了啦 很过分欸你 我也还在追梦啊 我怎么可以像贾琳一样收下来 只是讲追梦吗 有什么特别可以期待的内容 哦 就是 追梦肯定不是只是有好而已 就是他也会有沮丧有坏的事情 所以我今天讲的东西会稍微比较难过一点点的 所以是比较触动人心的 你走这种路线啊 可能触动我自己的心而已 哈 这样子就代表其他触动不了的话 你可能 我觉得还是有些人会跟我有一样的经历啦 但是可能我的内心是属于比较容易耿耿于怀一件事情的 所以我觉得如果有共鸣可以有人跟我一起理解的话 那就可能可以送给这个人这样子 OK 如果你喜欢鲨鱼接下来给你分享的内容 我们明天开始呢就会开始有这个投票的渠道 大家可以去到988.com的MY 投给鲨鱼 来 鲨鱼再次说一下你的这个名字 至少大家去那边找不会找不到名字 OK 虽然我是写鲨鱼啦 但是 但是其实 你的全名 我的全名叫谢师盈 对 所以要记得这个名字 对 很好记来 很好记来 马上就来听鲨鱼的节目内容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com第三届俗本练习生 狐狐青春 哈喽 你好 我是谢师盈 如果你觉得我的名字很难记 那你可以叫我鲨鱼 如果要说这个世界上啊 最可怕最孤独的感觉 那目固于就是和朋友相约去参加海选 但只有你落选了 去年呢我就约了几个朋友 一起去参加了988SUPER练习生 到了公布进行名单的那天晚上 我的朋友们陆陆续续都接到了电话 代表已经入选了嘛 我就非常兴奋哦 我把手机放在桌子 安安静静的一边订个手机看 一边等电话来 我就等了很久很久 我心里就一直在想 一直在自我镇定 告诉自己 可能组里人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和其他的参赛沟通啦 也可能他需要先吃晚饭 想了很多很多可能 就这样 我等到了凌晨一点 我才终于死心了 我当时是非常难过 挫败的 相信大家可能在追梦的路上呢 也会和我有一样的经历 当然我们除了要接受失败和反省 自己除外呢 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心态上的改变 和大家分享一个能量吧 只要我们一直抱着 所有发生利于我的心态 即使当下呢 发生了一件对你来说 可能是非常沮丧的事情 但是每次失败啊 其实都有一个更好的计划 在等着你 就像去年的我一样啊 虽然我失败了 但也成就了一个 已经准备就绪的鲨鱼 来参加了这一届的 988Super练习生 所以每个人呢 都有自己的生活节奏 只要我们把握当下 把握青春就很好啦 好我是鲨鱼 我们下次见 988第三届除可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哇 这个内容好像是带来 特别的深入 然后他好像 像我示威那种感觉 我没有 我刚才想问他说 你是不是铁定觉得自己的 就进几了 所以一直在等 可是当下的时候 我是蛮觉得自己是有机会的 因为你觉得自己有实力能够进的 不是因为可能就是跟朋友一起去 所以朋友都进了 想一定有我的啦 结果真的是没有 真的是打了我一把掌这样子 但是我过后真的是有在自己反省 也有学长跟我讲说 当时候我没有很注重我自己的那个声音位置 之类的东西这样子 基本上呢 然后还unfollow我 哦 哦 原来有这个爆料的啊 你不知道哦 我不知道哦 我特别跟你说的 因为呢 你们认识的嘛对不对 对 认识认识的 然后当时候去年的时候 他身边很多朋友都在这12强 你看说着说着他要哭了 他昨天自己爆料 他跟我说 他就是因为不想看触景伤情 所以他就unfollow我 但是 就好像不想看他 怎么你unfollow他们啊 我不可能unfollow他们啊 就来很明显了对不对 就是 你现在是怎样哦 输了就unfollow我们 跟你还是 而且我有七个耶 我七个都unfollow到完了 那也是哦 可是你还是会看到他们的那个IG 我会选择那三天的培训 我会选择不上线 那你之后怎样发觉他又follow回你 他昨天自己跟我说的 我自己讲的 哇你也很诚实一下 因为有人打头症了 所以你知道就是昨天总共是有两位 他们12强里面有两个人 是因为去年没有入围而unfollow我的 太过分了 所以你是把他当成前任的感觉是不是 没有 因为看的多会伤心 不想看的话good 就是就是在可能呃八个人中七个是我朋友跟Alson老师的话 我跟Alson是最不熟的吧 对对 然后他就可以 他反正他unfollow我可能也没有留意啦 对对对他根本就没有发现了 人家follow多 太有趣 不够鲨鱼的还多 好了好了好了 今天谢谢鲨鱼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content 那希望接下来呢 大家可以去到988.com.ny那边支持一下鲨鱼吧 谢谢 好谢谢 来推下推下推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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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第二位是谁呢 是 这名是雪 It's a good girl 为什么从你嘴巴讲出来 特别的奇怪 我们有瑞瑜 好 来瑞瑜 跟线上的朋友打声招呼 哈喽大家好 我是瑞瑜 瑞智的瑞吉语的语 然后现在在拉曼理工大学读着广播系 这个只是线上哦 等一下我们还有真是 好可以 Go on ad的时候 会有很多人你要打招呼哦 好 好来准备了 那我们马上就进入我们的 下一个节目段 我来咯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 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12强 都在这里了 走起 今天时间比较匆忙一点点 我们基本上呢 在广播上面 会有12强的声音亮相 而且他们都有两分钟的内容 想要跟你分享的 我是Yuni老师Alson冠贤 我是Jayden健豪 我们今天来第三 第二位 SUPER练习生 是 哈喽大家好 我是瑞瑜 瑞智的瑞吉语的语 目前在拉曼理工大学读着广播系啦 你觉得你是很睿智的人吗 我觉得我是一个很睿智的人诶 然后我MVTI的话 我是一个J人 然后就是会arrange到玩我自己的行程 然后会是很像step by step的那一种 是anoptimistic的那一种 对 这样你会帮别人去安排行程吗 别人的话不会 但是的话 如果是讲 那个行程involve到我在里面的话 我会跟他们讲 你们现在这个时间 你们是要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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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因为是我的时间也在里面嘛 所以不要浪费我时间 但确实一个群里面 确实要有这样子的人啦 对 但是要不然的话 那个行程都没有人在赶嘛 We do a best deal Yeah of course 好那今天瑞鱼想要分享什么东西呢 今天的内容呢 会分享关于勇气 勇气 关于勇气 我不知道你们 关于勇气的话 你们就觉得是什么东西 勇气啊 勇气就是梁静儒哦 勇气啊 当然啦 但是呢 我们今天聊的不是梁静儒给的勇气啦 但是我们会聊关于青春 他的你给的勇气 瑞鱼给的勇气 不是啦 但是你自己给你自己的勇气 然后会让自己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样子 OK 那我们就期待你的内容了 你要不要顺便给大家拉票一下 因为接下来有投票环节 投票环节啊 大家如果听到我的内容 如果有touch到你的话 可以去到那个988那边投我一票哦 我是瑞鱼 许瑞鱼 好 马上来听听瑞鱼的节目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本练习商 无故青春 欢迎收听988 哈喽你好 我是瑞鱼 今天的夜深人静啊 想跟你聊一聊 关于勇气的那件事 你认为勇气是天生的呢 还是别人给予的呢 诶 我相信每个人都是这样子的啦 在做一些事情之前 你没有百分之百的肯定啊 又会是经验啊 在没有信心的情况下 肯定是不会有足够的勇气 下定决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啦 所以呢 对我来说 突如其来的勇气 去面对很多事情还是很重要的 可能说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到 当你开始要专注一些事情的时候 就好像全宇宙所有事情 杂七杂八的事情啊 不重要的事情啊 都疯狂要堆积起来 排着队等你一个一个去解决的那一种 当是假的时候 觉得感觉自己压得快喘不过气的时候 不管怎么样的话 鼓起勇气去面对 去争取 去挑战 去一一解决那些事情 证明你的界线 根本不仅限于之前的舒适圈 再怎么样曲折 再怎么样窝囊都好 不复青春就好了 那样子的话 我也说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好了 其实来参加 Super練习生三呢 是在我计划之外的 那也很幸运的 让我进入到了十二强 能够让我在这里 跟你们以身会友的方式见面 那么其实我除了练习生的考核需要录制嘛 还有其他的活动啊 学校的活动 像是开会啊 又或是我的课业 需要一一的去慢慢解决 有时候我甚至我想把自己分身成四个 我自己去慢慢解决这些事情耶 我感觉四个自己都不够的那一种 所以呢 我想告诉你的是 也许很多事情会很忙碌 但是过程享受就好了 当你回去 回望过去的时候呢 会很骄傲 如果你还有更多关于勇气的这件事 你的际遇啊 又或是你的见解啊 都可以到我们官方面子书 或者IG上跟我们分享哦 我是瑞鱼 瑞智的瑞 记忆的语 我们下一个夜深人静 再见 所以瑞鱼你平时都是会让自己有很多的这个战战兢兢吗 这一次算是你第一次突破自己耶 对 其实这次算是我第一次突破自己 然后坐在录音棚里面 因为我也是 我的读的大学 他没有教过关于广播这一个戏 所以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很新的一切 所以呢 可能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啊 然后要我去一一尝试 然后去突破的 包括我的发音啊 然后广播的节奏啊 都需要一一去学习 所以这次来说对我突破蛮大的 可是你的语音咬字那些 我记得你第一次在台上的时候 我们对你印象都蛮好的呀 因为可是那时候没有 有老师教导嘛 就是那时候是有去注意的咬字发音 但是可能有一些时候会疏忽 但是现在学到很多啦 因为刚才他有说到就是 他在有勇气去做一件事情的之前 他会做一些安排 那你参加这个比赛之前 你有去做一些practice啊 或者是去偷看一下别人的表现啊之类的吗 其实我参加这个比赛是在我计划之外的 我是在988来到我们学校 拉曼理工大学的宣传造势活动前一天 我才知道原来有一个线下招募这样子 然后呢我就发 就那一天的时候刚好有空 有空然后就去参加了那个线下海选 然后很幸运的也拿到了那张青色同行证啦 对 然后也才能够来到今天 对很幸运真的 我发现有跟他说话 说我放低了我的声量 为什么 不知道 因为就很舒服想跟他聊天 对很像舒服 好谢谢大家 谢谢 哦我就是觉得今天这些练习生哦 他们在准备talkset的时候其实蛮有想法的 对 然后能够把这个内容呈现的 嗯算是很完整啦 对就要不要说刚刚的安排东西 可以连贯成勇气 其实是很特别的一个元素啦 对这个做法 好嘞那不知道下一位呢 他又会是怎样的练习生呢 我觉得Jayden因为你都还没有正式跟他们见过面 对 你是第一次 第一次 其实在这之前我听说这一届的比我们上一届的 还要吵 我来的时候 我就觉得 Oh my god 所以I mean是不是你们比较吵 我并不觉得耶 我觉得Jayden来的时候 他很吵 对不对 我刚才进公司的时候 很多人讲说 突然就外面这样吵的 原来Jayden来了 你刚才很干净的 原来Jayden来了 人没有到声音可以先到的那种 对 我还是维持上一届我比赛的时候的那个状态 特别的 Jayden呢 你不会那个状态突然就像 你不会突然就像易康这样子吧 你像易康这样子就一突然就软啪啪的 你不是 你走 这么弱的 你还听 你有听到吗 开玩笑了 我是刻意要把真刺向他 我们 好了 开玩笑 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我们的节目了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都在这里了 走起 谢谢你守住988 我是Uni老师Elson冠贤 我是Jayden健豪 马上迎来第三位Super练习生 她是Irene 哈喽988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呀 诶 就这样子吗 没有我要接下去的 那你干嘛突然间停了一下 我以为你要接下去 对不起 好啦 我是IG照片 看起来很高 本人其实也不是那么矮的 Irene 本人不是 你还是很坚持哦 自己的这些身高这件事情 对啦 我们上个星期已经讲过了 可是就目前为止 还是觉得还是会在意啦 就我今天早上拍照片 我还是想要把自己拍的高一点啊 那确实 因为上个星期在看她直播说 她一直说她自己很高 我来到的时候 然后你们两个鼻子鼻子的人一把 可以问一下你的身高多少 官方170 那我官方180 那就有点太过分了吧 IG上面180才对吧 IG官方180对 请问Irene 你现在这个今天准备的节目是关于什么内容 OK 这个内容呢 其实是我一直想要做的 就是我想要用这个内容来去听更多的人 分享他们的故事 然后我想说 因为这个节目是在周末嘛 然后我想说 周末是已经过了一个星期的工作日啊 上课日 想要用这个平台给大家来发泄一个星期以内 发生了一些事情跟一些情绪 然后也会分享我自己所面临的一些事情 就我近期其实也刚面临就是迷茫了一个阶段 OK 所以在我的这个节目单元中也会告诉 跟听众们分享一下 所以今天的等一下的那个talk set 应该是讲关于一个礼拜忙碌了之后的 一个小小的一个心灵的一个交流吗 是的是的 OK 马上来听听你的节目呗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组本练习商 狐狐青春 988的听众朋友们 你们好呀 我是周末能量战的Irene 现在的你还在加班吗 还是在回家的路上 又或者你已经躺在你的舒服窝里了呢 好啦不管你在哪里 接下来的时间段都有我陪伴着你 如果你有想分享的故事 或者想倾诉的情绪 都可以到我的IG story B-I-R-E-N-E 0913留言告诉我啦 在你告诉我之前 我想先告诉你我的小故事 以及小领悟 我身旁总会有人告诉我说 我们要保持初心 可是从来没有人告诉我 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坚持初心呢 我坚持了初心 可是我 好像 迷茫了啦 我在上大学之前啊 我就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说 我要当新闻主播 可是上大学之后 我尝试了不同的领域 我尝试了广告 PR 节目录制 节目策划 以及等等等等 包括演戏 剪辑 所以我就开始 好像站在了十字路口一样 我不知道 应该要继续往前走 还是去选择不同的方向 去尝试 我新解锁到的 我喜欢的 还是 人家建议我的 所以我就开始迷茫了 直到最近 我才领悟到了一个道理 从来没有人说过 一个人 一辈子 只能往一个方向走啊 一辈子只做好一件事情 的确是很酷 可是我觉得 如果有机会 去尝试不同的领域 Why not 如果你正处于这个阶段 欢迎留言告诉我 当然我也有一些小建议要给你啦 与其啊 你去想 要往哪一个方向走 倒不如想想 现在先往哪一个方向去 未来的日子 我们可以再解锁新的领域 新的身份啊 今天的节目呢 就到这里啦 希望你可以抓住 每一个你有兴趣的机会 不复青春 我是周末能量战的Irene 最后祝你周末愉快 988第三届除可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Why 我觉得这个那种特别的适合 现在的年轻人 因为尤其是那些毕业生 刚刚进入 即将进入社会的 因为太迷茫 不知道什么领域了 所以多尝试 确实是件好事 是确实啦 就最近我就是 因为下个学期 就要进入这个实习期 所以你是迷茫的阶段吗 呃 现在我不迷茫了 我进了988 怎么还可以迷茫呢 哇 这样可以说 我现在我就有一个目标 我要当988的实习生 为什么这样子做 蛤 为什么这样子说 因为 我就想 为什么突然间 变成12强的这个练习生 你就说要当实习生 因为我已经在988 然后认识到988的这个氛围啊 然后你很想要加入我们吗 对 是 真的吗 是 我现在有一个很明确的 企图心和目标 我就要加入988 如果没有办法的话 怎么办 会更伤心呢 呃 没事 至少我努力过啦 不负青春啊 OK 有不负青春就好了 嗯 果然就是 就是我觉得我们今天主题 今天推设的太好了 对 然后能够让大家坚持 呃 去做好他想要做的事情 真的真的 因为这12强 我觉得大家都很棒 因为 这一次我线下海选 大家都上台啊 然后勇敢去报名 而且挑战都特别的难的 对对对 好 所以大家如果要支持Irene的话呢 可以去988.com的my那边啊 支持一下Irene Thank you 谢谢Irene 好 谢谢 谢谢 我们要请下一位了 下一位 是谁呢 It's a boy 是的 哦 他是 这一件男生只有 三位啊 四位 对吗 哦 这件男生 是我的学弟耶 你这样多关系的妹 蛤 很多关系啊 connection很广的吗 对对对对 开玩笑啦 认识的人很多耶 是一个好事是一个好事 是一个好事 好嘞 我们就要进入下一位了 是 准备好了吗 可以 紧张吗 啊还行啦 可以啊 还行 还行 那我们就来了哟 走起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负青春 不负青春的十二强 都在这里了 走起 Hello 我是Yuni老师 Alson冠贤 Hello 你好 我是Jayden健豪 你好 我们节目的节奏真的很快 是 来到了第四位是吗 对 一首歌啊 接一个资讯啊 很快啊 就是进入下一位的选手 因为我们今天真的没有太多时间可以啰嗦 十二位啊 所以下一位是谁呢 下一位就是跟着我的律动摇摆 我是你的阳光男孩 大家好 我是绿位 突然间很开心起来耶 当然 有了绿位生活快乐翻倍 这是我主打的slogan 他的tack从上个礼拜到现在还是一样的 我就是记得他有这个tackline 所以我在等他tackline什么时候出现 你知道吗 你日常就是这么开心快乐活活 是的 我就是这样的 每次我的梦想就是打 欢乐带给身边的所有的人 这说成梦想有点太大了啦 就是我的日常的一个习惯 不能跟朋友相处都是这样子 那你有伤心的时候吗 哎呦 这当然是夜深人静的时候说的 那你可能拿上来电台说 半夜的时候移默 然后只有自己一个人移默 对 难道我躺在床上 在夜深人静 没有想起任何人啊 就是想起自己的了 那今天你给我们准备什么样的节目内容 今天我准备的是一个 我一直以来都很想做的一个的主题 我的节目哦 我设它的名字是 我们和好吧 乍听之下有点好像那种 很非诚勿扰 然后 对呀 这根本就是中国综艺节目的内容的 不是不是 你知道表明老师也是有说 哎 这是干嘛 这是情侣分手 会要再复合吗 我说不是 你知道吗 我们人的一生当中 我常常对人 对自己 对环境 都可能会有起毛顿跟冲突的时候 那我觉得 如何在这个过程当中 达到一个自我和解 去与他人修复这关系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 跟要学习的东西 所以我想说 那我们和好吧 算是一个不错的 一个topic 一个title 可以去吸引别人来 然后我们去学习 在这过程当中 去修复这些的关系 好 希望等一会 你的内容 可以信到我们的观众跟听众 我有信心 如果想要看我们今天影片的话 顺便跟大家说 你可以去到988的Facebook 就可以看得到了 或者是988的YouTube 都可以看到我们第二期的节目 到底绿位要告诉 你什么内容呢 是不是我们跟自己和好 还是跟朋友和好 就会变得更好呢 到底是怎样 来听 一时暧昧一时爽 一直暧昧火葬场 人际关系真的好复杂哦 真是被自己逞下啦 不论何时何人何地 或是环境他人自己 今天都要向对方说一声 我们和好吧 你好 我是988新单元 我们和好吧的主持DJ 绿位 生活有绿位 快乐都翻倍 那今天呢 我们一样要来解决 你心中对自己的疑虑 也去学习如何在人际关系当中 端好水平 那我就想问问线上的听众 你是否曾在男女关系当中 面对一个进退两难 界限模糊不清的处境呢 今天要谈的话题是 situationship 情景关系 那可能就有人会问了 哎 绿位 什么是情景关系 这个词好陌生哦 那情景关系呢 指的是男女之间 处在一个很亲密的状态 但是他们却不承认 自己是一对情侣 简单来说 就是朋友以上 恋人未满 那当我第一次了解 这个词的时候 我其实有被震撼到的 可能我比较纯情啦 我觉得关系就应该是 双方都尾声的 对不对 应该是彼此认定的 后来我在了解的时候 才发现 哦 原来情景关系 在现代社会 已经是相当普遍了 而且我身边都有 好几个这样的朋友 住在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头 但我还是 嗯 有点保留疑虑啦 因为我觉得 在情景关系当中 有一个很让人 感到折磨的点耶 就是 落花有意 流水无情 是不是 感觉就是 我带你如初恋 而你 根本不看我一眼 这真的很过分 那你是否也正处于 一段情景关系呢 欢迎你信息 988WhatsApp 012-555-0988 告诉我们 你对情景关系的想法 那遇上这样的关系 又该怎么处理呢 别担心 稍后回来 我们再一起讨论 该怎么面对 这里是绿味和988 邀请你继续留守 我们的新单元 我们和好吧 988第三届除可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我还是背着他刚刚的 opening 没提到 这个情景关系是那个 情况的情 对 情况的情 处境的境 情境 对 不好意思 情境关系 什么是情境关系 情境 OK 你要讲的应该就是情境 就是那个我们有一个特别的一个奇怪的境界 对 然后那个境界就是模糊不清的 是 因为他其实指的是说就是我们这这一男与女友 可能他们已经是做了任何有关于情侣之间会做的事情 但是他们对外或者是私下都不去认定对方说 这是我相伴一生的对象 所以这就是情境关系 就可能他们只是想要互相取暖而已 嗯 对 各取所需 明白明白 OK 哇 你真是觉得好深 好深哦 讲这种很复杂 你是不是面对这这样复杂的关系 我刚刚也想问 没有没有 我们都说这些生活的趋势都是透过观察发生而来的 所以就是观察观察一下发现 竟然 不开玩笑 你知道吗 其实当代青少年确实是流行这样的情境关系 而不是说要有一个负commitment的这样的一个关系 我们不确定这个关系 但是我们还在那个关系里 对对对 有这样复杂哦 现代的人 你不知道而已啦 我可能知道 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你说的那么复杂 啊是吗 可能可能可能我还需要再做多一点研究 可能没有关系 如果我觉得这样的情况有可能是你自己的身边人处在这样的关系 对吧 有有有 其实我我之前有 因为我之前在我学校也有做过类似相关内容的一个电台节目 然后我又采访身边的人 哎他发现到 哦真确实是有人 他有曾经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关系里头 后来他也是觉得说 啊不能啦 这个关系 呃有给没有回 那还是算了 这样子 嗯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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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勒那马上我们要请绿位去休息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要请下一位练习神进来了 好没问题 你还不舍得离开啊 我当然不舍得离开啊 那大家记得有一位快乐饭辈 我们下期再见 那个椅子好像有那个强力交 坐上去就离开 但是请你快快离开 说太多了 我们要请下一位了 Hello Hi It's a girl 还在那 gender review吧 是啦你干嘛 奇怪 干嘛啦 奇奇怪怪 好勒 马上咯 我们要来到的是 下一个段落 紧张吗 有一点点 没事 有我在 哈 你太棒了 好像 你确定有你在 安全感 安全感 梁静如给你勇气 来啦 来啦 好 全新一季电台DJ 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 Super练习生 不负青春 不负青春的12强 都在这里了 走起 Hello 我是 要算关系 Hello 你好 我是Jayden 今天好 你在笑什么 因为我刚才突然间觉得 我们两个今天很像医生 然后 还在问诊 为什么 下毒 过松 过松 恩法 浩德 那么不利吗 所以 Miss 什么问题吗 答的 Miss 你是什么名字啊 OK 我的名字是 Sherry 王思婷 那大家记得 不要叫错 不是Cherry 是Sherry OK Sherry今天为什么会坐在这边 今天想要来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的故事 哦 对 是自己经历的一些东西吗 对 没错 关于什么的 像是之前 自己比较压力的那一段时期的 会被 想说自己的人生里面 或者是其他人 也可能跟我一样 也会 被一些歌曲啊 或者是被一些句子啊 看过的电视剧啊 影响到 所以我觉得今天想跟大家分享 会影响到我的 究竟是什么 歌曲 会让我 更加的成长 更加的变得越来越有自信 这样子 OK 一开始我还以为说 这首歌让他有压力 那时候 所以你是反而想要推荐一首歌给大家 对 我想让大家 收获这首歌 里面的能量 哦 这样这首歌会不会是你日常 playlist里面最长 呃 loop 巡回 是 它是我的单曲循环 已经 曾经就是单曲循环 每一次第一首打开的都是它 已经一个月了 哦 不会腻哦 不会 我每次听的时候反而觉得很开心 而且是在每一次很像我要去参加什么面试 参加什么比赛之前我一定会听 希望你这个不会腻的这首歌 让我们听了有一些感觉 好啊 没有问题 马上来听听Sherry的分享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粗粉练习商 福福青春 你好 我是Sherry王思婷 你们有没有试过在很焦虑的时候 被一首歌拯救 我记得是在我大学第三学期的时候 因为发现身边有些人剪辑啊拍摄啊 已经很厉害了 有一些已经开始接到主持工作邀约 只有我好像还没有找到属于自己的定位 就在有一天我要从马六甲回来吉隆坡念书 就好那天下雨又塞车 我看着窗外的雨越下越大 就感觉整个世界好像在跟我对抗一样 仿佛在和我说 你回家吧 先不用回去念书好了 我当下真的很想哭 但哭不出来也睡不着 就点开歌单的第一首歌是来自卢广仲的大远钟 那已经不是我第一次听了 但那天我就感觉有一股能量冲进自己的心脏一样 我的眼泪就开始止不住的往下流 因为有一句歌词是 他说加油 让我为你感到光荣 当下我就觉得像是小时候的自己在对着我说 再继续往前走吧 我已经很为你感到骄傲了 我就反复地把这句歌词听了几十遍 听完之后我就觉得自己领悟到了 就算今天没有人为你感到光荣 你也要成为自己的骄傲 当天我就做了一个我很想尝试 但我不敢地决定 我就鼓起勇气 自荐要当我们MV作业的导演 而这一次的尝试 让我在接下来的大学生活里 也比较有自信 很努力地去争取自己要的职位 去面诗 去主持学校活动等等 那不管你现在是处于什么样的心情 或者是状态 你也能从《大人钟》这首歌 收获一些小小的力量 是不是觉得变大人特别压力啊 有一点点 有的时候会 会有点 不是很想长大 然后还想继续当十八岁 对 没有啊 你也才刚 我也才刚二十岁 就是我觉得大人这个词 它不一定是你一形象的年龄去长大还是怎样 很有可能是你心态上的变化 而且是一些磨练 一些经验 它会让你突然间 很像从一个小孩 有突然间 你一瞬间觉得 我好像变得真的很不一样了 那你们什么时候发现自己长大了 我是在 其实是在今年年头的时候 才发现到这件事情 怎么说 我在入学的时候 跟现在的状态 是两个人不一样的 你今年才入学吗 没有啊 就是我刚刚入学是在去 前二零二年 所以你是说你前年可能入学的时候 跟今年年头 你突然间发现 你不一样了 我不一样了 发生什么事情让你检视到自己 不一样了 我觉得其实是 别人给的鼓励 又或者是身边朋友给的一些 批评 批评 或者是自己给自己的很多强心针 就觉得自己好像 我好像越来越有自信 越来越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然后知道自己的优点啊 缺点是什么 就慢慢一步一步 开始知道 诶 原来我是这样子的人 我有什么地方可以更加好 这样子 嗯 好了 我们人长大 其实很多事情都会变好的 只是我们会发现不好的地方 对 然后不断的纠结在不好的地方 所以我自己想的东西就是 可能有很多时候 你可以放慢你的脚步 就是去看一下自己 是不是也有很棒的地方 对 就是尽量让自己去消化一下自己的好处啊 不好的 所以Alson 你觉得我们年轻人压力比大人还要更 哇 我觉得你们本来都有压力啊 但是你们比较不了我们比你们年长人的压力 我觉得我们年轻人如果有压力 也未必不是一件坏 就未必是一件坏事嘛 对啊 让你成长 对 其实压力可以让你成为更大的动力 有的时候 还有 等一下 我跟你们的年龄差距没有很大 Are you sure? 就满那十岁而已不是吗 但也许很多 可是可以了解到长大 我更 大你们十岁的压力是 我们看到自己脸上有了皱纹 然后身体状况出现的时候啊 甚至我常说 我这个星期我在主持着这个 苏本练习生的时候 我跟两年前状态完全不一样 两年前的我还是可以 冲的 就是活力满满的 然后现在我其实 我还是比较适合像Sherry这样子分享 慢慢聊 但是又不可以哦 你知道那感觉就是我没有办法允许自己 这样慢慢聊的 虽然她的身份从奶爸变主理人 对 我觉得我要改变 那主理人要就是 糖更多的意思 是 奶爸比较像是 诶 怎样杰登有吃饱吗 哈哈哈哈 主理人是 感觉自己肩膀重了 更重更重 嗯好 所以这么重的情况底下 还是不要再这样 这样呃 沉重下去 对对对 请你离开 好谢谢 谢谢大家 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快乐多一点 好啦我很坏了 很坏哦 其实主要因为十天关系 我们要是栽会进来了 今天十二个你知道吗 我要烧脑啊 所以我就是杰登来陪我们聊天 对啊 我开这个药给你 你可以走了 OK OK No problem Next fashion 我双个双第一个案板 高德杀毒 高德杀毒 高德杀毒拉班拉班 哈哈哈哈 好废啊我们 我们要继续看下一位是谁啦 哈 好嘞 耶 下一位慧庆 OK 你准备好了吗 等一下 哦干嘛 啊应该下我拍一些影片 哦是哈 喂 有在努力哦 肯定 哎呦 哈哈 干嘛 没事慢慢来慢慢来 炸技 慢慢来 是不是今天哇 发型弄过了 然后又 是 我想要干扰我的发型 我刚才看的时候 还没有打算人家聊一下 对 还满意吗 OK吗 还可以还可以 毕竟是 呃人家金主爸爸做的嘛 哎呦 厉害讲话 真的 OK的话呢 我们马上就开始了哦 好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都在这里了 走起 我觉得就是我不复青春 所以能够继续陪大家不复青春 怎么样不复青春都好 应该没有这十二强更加的不复青春吧 我我也曾经很不复青春的呀 你没有吗 有啦有啦 我是J允肩好 我是奥陈冠贤 我们今天迎来了第六位super练习生 哈喽大家好 我是慧青 AKA 阿达斯不是宝啊 耶 你还是要跟他解释一下 为什么是阿达斯不是宝啊 就是 这是一个很奇妙的故事 我相信大家小时候都有被 别人取过花名 对吧 那些什么猪啊 丑办怪啊 就那种可能比较 呃难听的言语 大家都经历过 然后我这个也是 其中一种啦 可是他们的称呼是 源自于我的名字 因为我叫慧青嘛 但是以前我们中学的阶段 刚上初中的时候 大家的华文词汇可能不大好 他们就不会念准那个字 他们就慧青 慧青这样子 然后我就会每次纠正那些男生们的发音 我就讲 诶你可以不要叫错我名字嘛 然后他们有时候听到不耐烦呢 他们就会讲 哎呀叫我们慧青啦 你的名字真的很难读耶 叫你慧青就好了啦 然后就这样子哦 就变成了慧青 他们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蛮排斥的 然后后来我就欣然接受了 然后到现在演变于 大家都会叫阿达 那个达是D-U-S-T 慧青的意思 哦 我又意思阿达 谐音梗 让大家记得我的时候 就是我是阿达不是宝啊 耶 可是我觉得你的名字也蛮有趣的 慧青就是学会的慧青 三十周年慧青 啊啊啊啊 so creative啊 不是 我没有想过耶 很棒 真的真的真的 OK 你看我就是比较文周周一点点啦 OK 好那今天请问阿达是 你准备什么节目内容 我今天的节目内容 是一个模拟的主持 就是类似于我自己 自己已经出道 然后已经有自己的节目这样子 所以来做一个小小的分享 我分享这一个呢 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少数会听到的 内容是关于一个人体的开关 人体开关 是不是没有听过 它是比较有点像科学 可是也是人知识的那一种 比较有趣吧 我觉得如果大家听到的话 可以跟着一起做 所以开关关于什么 开关就比如说 很像为什么我会打哈欠会传染 这个是example啦 但是我做的不是这个 对它是有一定的那些原理在的 只是大家都好像没有去发觉 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 大家会可能有这样子的疑问 但是没有去去设想过 哎为什么我要去 呃知道这事情等等等等 就分享给大家 所以一直就是说 我们这时候要赶快来听他的节目了 肯定啊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主捆练习商 狐狐青春 科学侦探家探索神奇瓜 你好我是侦探家惠庆 又来到了每星期一问的侦探单元 科学侦探家 那今天的疑问呢 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今天要分享的问题是 当我们捏着鼻子的时候 原来发不出哼的声音 哎我就不信了 所以在我知道的那一刻 马上尝试了一下 结果在我的几番努力下 果然还是要跟现实妥协啦 所以我就非常的好奇 这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原理呢 哎其实你们知道 人体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对吧 尤其是在综艺啊 身上的穴位高达数百个 每个穴位都有不同的特性和作用 可是今天呢 我不是要来教大家把麦的啦 如果你对捏着鼻子 就不能发出哼的声音 有想法或者觉得有趣的话 都可以到我的IG story alienhuiqinnn underscore 来跟我一起进行互动和分享哦 那话说回来 其实这一个神奇的人体开关 也是有它的原理的 当我们发出声音的时候 会利用鼻腔来增强声音的音质和音调 所以我们捏着鼻子 就好像管子被封住了 空气无法通过鼻腔 那我们的声音就好像失去了 共振效果 导致我们的声音听起来 就好像发布出去一样 变得很奇怪 那听到这里 大家都学废了吗 好 今天的科普课堂就到这里 下课啦 感谢收听科学侦探家 探索神奇瓜 我是侦探家慧庆 祝你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一期再会 988第三届除可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我学不废 刚刚他在外面的时候就拍了这个影片 然后叫我们全部人试一次 是 怎样 你就捏着你的鼻子 捏着鼻子 然后关着你嘴巴讲 哼 哼 挑战失败 恭喜你 什么意思 他就是 他就是你捏着鼻子 其实是完全发不出声音的 你是发不出声音的 然后你知道我该怎么样啊 他就发了一个类似放屁的声音 然后我就直接宣布他挑战失败 好 这种叫什么 违反人体工学 确实 因为在网上其实也是有这些影片 就这样去测试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是 就本来他就是一个很科学的成员 可是 把它弄成娱乐性的话 其实还蛮有好玩的 可是你不是捏着鼻子的话 应该什么音都发不出来了吗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你有声音的话 你就是挑战失败 就很像你刚刚第一轮 尝试的时候 就你也不够紧的一个意思 还是 他就是有一个科学原理 就是因为 你会不会的到底其实 我会我肯定 因为科学我完全啊 sorry啊 get no balls啊 来老师 你喝谱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讲话的时候 我们需要通过 其实除了嘴巴 跟我们的喉咙 我们 其实鼻子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部位 我们发出声音 需要通过鼻子的 它的共鸣效果 然后才能把那样的声音 有效的发出去 可是如果我们闭上鼻子 把嘴巴也闭上的话 那个声音是完全发不出去的 即使你不是紧闭嘴巴 你也很难能够把这个声音传达出去 重点是在那共振效应 是的 因为你关着你的鼻子 跟你的嘴巴的时候 气完全都跑不出来 所以没有气的情况之下 你就不会有声音 对的 我Science Air Plus了 原来 应该要向你请假才对 sorry 不敢 我不是Science Cream的 我不是Science Cream的 所以我还是不要在这边丢脸好了 其实我也不是啦 我以前是文科生 OKOK 好啦 谢谢灰心的分享 好 我们要请下一位 练习生进来咯 好 谢谢大家 Thank you 如果大家喜欢 刚刚这个选手的表演的话 可以去到 gibaba.com.my那边 投选哦 OK 觉得你要不要坐过去一点点 对 你看你的镜头 你是 就很侧 旁边 哈哈 侧脸好看 没事 等一下你自己要留意一下哦 OK OK 我们另外一位选手坐下来了 是boyboy 哈哈 你好了 你好了 听到耳机还没带好 所以 你好了 好了好了好了 不是我意思是说 你好了好 不要再gender review了啊 哈哈哈 Oh no 也是啦 因为就是惊喜了 Jaden也不知道到底是谁 所以 今天都是第一次见到大家 嗯 真的 好 那我们准备好的话呢 就正式开始咯 好 我们 我们不完美的人选 我们都一样每天翻 在我能也尽量不复 这青春 不复青春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 都在这里了 走起 欢迎时分一定要活力满满 我是Yuni老师Alson冠贤 Hello你好 我是Jaden健豪 今天直播室有三个男生 三个 boy OK来我们请下一位的 苏本练习生登场咯 Hello大家好 我是第三届988苏本练习生的光伟 你突然间这样子讲话 呃 因为我觉得 他是个爱人 对 我是个爱人 我帮他回答 我也是爱人 你要抢了我的台词 我也是爱人 我本来想说 我本来想后面说 我是一个头头的爱人 结果你帮我抢了 因为你知道吗 他一直上个星期 在看着你们的影片 是吗 所以他都知道说 哦你们谁是谁 好吧那 我现在真的挺害羞的 你不要这样害羞哦 你害羞的话 你对人家说不出话怎么办 我觉得面对麦克风 我就还稍微会自信一点 不会做那么的害羞 比较神奇 因为有些人对麦克风 是特别的害羞的 他对麦克风是没有害羞的 没有 我就是 本身就是对麦克风 会比较自信一点 我一拿起麦克风 可能就自信的开始 讲话起来了就不会说 所以你是喜欢主持的 上台主持的那种 没有他是会唱歌 啊对啊 又会唱歌 这一件很多的 还好还好啦还好啦 就是喜欢主持 当然也喜欢唱歌 哦 所以就是对 所以拿着麦克风讲话这件事情 其实并不陌生了 是是是 嗯 本身就是一个 妥妥的拿起麦克风 就是 展现自信的一个人 嗯 这样子的一个人类 你真的很妥妥的 那请问你等一下节目做的妥妥的吗 嗯 应该有吧 准备什么内容 我准备的是 就是分享了我小时候的一个 糗事 嗯 但是什么糗事 所以你要准备让我们笑你 是不是 可以笑我 不只是我们啊 还有听臭朋友 对对对 我觉得 不只是你们笑我 我觉得我自己都在笑我自己 知道吗 对 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事情 迫不及待了 赶快我们来听笑话咯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 super练习生 无故青春 欢迎收听988 你好 我是第三届 super练习生的光伟 你有没有试过 就是喝水喝到 有生命危险呢 在我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啊 那时的我本身就是个非常好胜的孩子 什么事情都要争第一 跑步比赛争第一 演讲比赛当然也是要争个第一 我记得有一天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啊 他能够在十秒钟之内 喝完自己水壶里面的水 我就心想说 你能够在十秒 那我肯定能比你更快 所以我就和他下了战书 看谁先能喝完自己水壶里面的水啦 我们两个人就开始摆了两张桌子 桌子上面就是我们两个人的水壶 周围就围了一堆的同班同学上来看热闹 全部人都在为我们呐喊助围耶 我们两个人啊就互相倒数 三 二 一 我们就开始喝喝喝 结果 我喝到一半的时候 肚子里面的水就从我的胃冲到我的嘴巴里面 然后再吐了出来 然后我就开始感觉到浑身的不舒服 胸闷肚子胀 那时候的我真的是被吓到了 幸好啊 去到诊所 检查是没有什么大碍的啦 那个时候的我啊 就下定决心要戒水 不再碰水了 因为我看到水啊 我就犯恶心 结果还没过半天 我就迫切了 就因为我的妈妈跟我说一句话就是 你如果三天不喝水就会死翘翘哦 所以啊 半天没有喝水的我 就马上拿起我的水壶乖乖的喝水啦 你有没有像我一样干过那么糗的事情咧 在这里奉劝大家 喝水还是要好好喝的啦 再加上最近天气忽冷忽热 一天八杯不多不少 继续守住988 稍后回来我们继续的聊一聊 988第三届除可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所以他成功的证明了 喝水的多是会中毒的 是的 可是那时候诊断的时候 医生有骂你吗 呃 医生说你干嘛要这样子做 干嘛要跟逼别人喝水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那时候的水壶是特别大的 几大 大概一个liter 对于四年级的我来说 是一个liter的水壶 对啊 太多了 看他玩这种东西 就是很幼稚你知道吗 就很屁孩的那种想法 就我一定要跟别人比这个东西 结果我自己先中毒 真的很夸张耶 请他请勿模仿 请勿学习 我笑不出来 因为我觉得 太恐怖了 太恐怖了 冠水 你有做过这样子 危害自己 我很乖的 真的吗 所以你什么都不敢做 我不敢的我很乖的 嗯 别的事情呢 有会 哈哈哈哈 那我真的是一个不乖的 屁孩吗 好吧 我觉得OK啦 就是大家肯定 没有到偷 没有到什么的话 对不要做犯法的事情 但是 也不要危害自己的身体啦 也对啊 可是那时候四年级 是 那很小耶 太 真的是 我肚子还在小小的那个状态 所以你现在还记得那时候的那个感受啊 很感动 就是那个感受就是很痛苦就对了 很panic的那种 会全身没有力还什么 就是感觉 你会感觉那个胸啊 很闷 很闷热 完全是呼吸不过来的那种感觉 然后 肚子整个就是水肿 这种大大力的那种感觉 然后 哇 整个人就是 不能呼吸就对了 现在喝水至少没有感觉 现在 现在好像都一直没有在喝水 这样你会有trall吗 有阴影吗 对啊 会 我对水有阴影 因为其实 还有一件 还有一件 我在我身上发生过的事情 就是我曾经溺过水 对 在海边而已 然后是被人 捞上来 救上来 做人工呼吸 是的 对 真的 真的是在鬼门关 走过一两回 真的 两次 集人自有天相 都跟水有关 可以仓命百岁 对 我觉得 其实 呃 我要分享的这些故事 其实我想带出 我自己另外一个 就是 因为在这之前 其实我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很 恐惧 就是 做到目前这个位置 就是露脸的 活动那些 我就很怕 走上前 走去 往前走一步的感觉 因为我觉得 我自己是一个 特别没有自信的人 然后 我很害怕就是 走到目前 别人会质疑我的 实力还是怎样的 但 其实我蛮 其实我想说 我很感恩我的 老师 还有我的同学们 就是 因为他们 推了我一把 我才 被逼出那个勇气 踏出这一步 然后参加这一个比赛 其实是这样子的 而且你做到了 对 对啊 对 就是 我 我做到了妈妈 我做到了 你要谢谢梁静如啦 勇气吗 这个好像 好啦 我开玩笑了 好啦 我只是觉得梁静如勇气 也给很多人很多能量 对啊 OK就这样 我其实要送你走了 好吧 你赶快请下一位进来吧 是 我就会走了 那拜拜咯 OK谢谢 谢谢 外面北门高德可以付钱好 Thank you 在consultation fee是 988块 好没问题 没问题 那我先走了 OK继继继 我们请下一位 Next 叮叮叮 我真的觉得 有点 这个 叫什么 就是那种排队 问世的 对啊 你知道 一个人在这边讲话的时候 外面真的就 站着几个人排队 等着进来的 他们其实都拿了号码牌 然后就等着这件事情 好啦 接下来的这位 朋友 他是 跟水有关的 跟水 对对对 又是跟水有关 等一下由他自己来讲 为什么 你自我介绍 应该也是会这样讲吧 对 啊 你看跟水有关的 又是跟水有关的 好 你停一停就可以了 就知道了 OK 如果OK 那我们马上开始了 好 全新一季 电台DJ 养成计划 988 第三届 Super练习生 不负青春 不负青春的十二强 都在这里了 走起 可以多喝水 但是不要喝过多 真的会让自己不舒服啊 我是凹整冠钱 我是Jayn健 好 那接下来这位呢 你有喝水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西西歇纯庄 每天记得喝2500cc的水 那你就会跟西西一样开心 我害不想两个 只是一样睡晶晶 你好油 你不是我睡晶晶 你看我就说的 他跟水也有关系 是耶 因为他的自我介绍 就是说2500cc 为什么不可以是1000cc 这其实是根据个人的 就是你不一样的体质 你要喝的水也不一样 对啊 所以你检查过了 但是2500 是我哪一个种坚持 这样啦 就是大概大家平均 需要喝的水 对 好 我觉得喝水这件事情很重要 但是你来参赛也很重要 对 你有带着什么样的目的 有 就是我今天模拟了一档节目 这档节目呢 是叫做生活放大镜 就是因为我想要让那些 很忙碌的城市人啊 就是慢下脚步 然后看到一些 你平时不会发现的小事 然后今天想要分享的是 一个很特别的网页 这个网页叫做最后的照片 哦 真实存在 对 它是真实存在 你的故事吗 呃 你听了就知道 不是我本人的故事 但是是我看到的一个网页 嗯 那我们就来听一听吧 好 全新一季电台DJ 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 除本练习商 无故青春 你好 我是西西谢春庄 每天记得喝2500cc的水 那你就会和西西一样开心啦 欢迎收听生活放大镜 和你一起看看那些 生活中很大的小事 最近呢 我在社交媒体平台 Reddit上面 发现了一个 很特别的版面 它叫做 Last Image 或者是Final Image 最后的照片 里头就有各式各样 来自世界各地 某些人啊 某些事件 或者是某些物品的 最后一张照片 嗯 好像很set 很到这样子 但是其实这个版面 就是一些很单纯的回忆 它除了让你感觉 哎 人生无常之外 这里的氛围 我感觉更像是 哎 我认识了一个很棒的人 虽然 他已经不在了 但是我想让你们一起来看看 这个人到底有多棒 是这样的氛围啊 比如说有人分享了父亲的最后一张照片 是很俏皮的一张照片 底下的留言就是 他看起来就是一个会和你一起大冒险的爸爸 他肯定是一个很酷的爸爸 那有网友呢 也PO出了一个玩偶的照片 底下就有人留言说 哎 这个玩偶 我以前也有啊 我小时候经常玩的啦 他们除了缅怀这个东西 这个人之外呢 也却分享了他的美好 过去的事情 当然遗憾伤心会有 但是其实这件事带给我们的 有可能是比伤心还要更多的回忆 那我们去放大这些快乐的回忆 就可以让它成为你生活的养分 尤其是现在大家手机都忍受一台嘛 有时候就多多拍下周遭的东西 未来就有可能会成为一些很棒的回忆哦 啊 现在妈妈叫你阿宝亚哥来拍照的时候 就不要再摆着一副苦瓜脸啦 又或者是如果你很久没有和谁拍照了 父母啊 亲人啊 朋友啊 记得下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 留下一张你们快乐的回忆 今天的放大镜 放大的是一张照片里面 给你带来的回忆 你有什么美好的东西 现在就在你的脑海中 已经被放大了吗 欢迎留言让我知道 我是西西谢成庄 988第三届除肯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有没有最后一张照片啊 其实它这个内容 让我想到之前我在介绍职业的时候 其中一个职业叫做照片疗愈师 它就是让你去看那个照片 然后想起以前的一些往事 如果有什么心结 你就通过那个照片去解开 我只是在想说 我如果要分享的话 我可以分享什么最后一张照片 我觉得那最后一张照片 不一定是 那个人即将离世 或者是即将离开 它可以是某一些事情的 最后一张照片 或者是某一些东西 然后我就想到了什么 你知道吗 什么 就是因为我自己对于旧物品 会有很多的情怀 所以我不舍得认东西的 那像是手机这件事情 我们隔几年就会换一部嘛 它不能陪着很久 我都收着 然后就收在一个小箱子里面 那你跟我一样 你应该也是很感兴的人 对 然后我就很突然间想起 我很想去找回 那手机的最后一张照片是哪一张 又记录了什么东西 因为其实我们这十多年来 手机都已经是可以只好拍照啊 拍很多东西 记录很多东西了 可是可以transfer的吗 那你说到重点了 就是我上一部手机是没有得存下来的 因为我trick in了 然后我把所有东西transfer过来 所以就有了小了一个缺口 那很可惜耶 可是我也觉得 有蛮好的啊 我反正就算了吧 就忘了吧 那部手机可能可以去做别的用途 我平时也是很感兴的人 就好像是我看到一些很小的事情 我就会有所感触这样子 就好像是那一天我放工回家的时候 我就看到MRT那边 不是那个手扶梯是很长的一段路这样子 然后那个人哦 他是穿得很整齐 很好看的 可是哦 他不是这样的站着下手扶梯的 他是坐在那边 一点邋遢这样 他就坐在那边这样子 然后生无可恋的就这样下来 我那时候看到他 我就幻想了很多东西 我就在想 这个人到底经历了什么 他为什么会这么累 他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子 啊我会想很多这种东西 你会这样子吗 我不会哦 你不会啊 我不是个感性的人 我是个理性的人 他人家相信他也不会安慰人家 他讲 好坏哦 没事啦 时间会冲淡一切 可是你说到这样 我可能真的也会思考说 他会不会就像我这样子 我当下真的很累了 然后已经搞了一整天的培训营啊 然后就坐在那边 好累啊 是 好了那谢谢春庄的分享 好 然后接着我们就要请下一位 Superlane牺牲咯 好谢谢再见 帮他们拉票一下啦 如果喜欢刚刚的这个 分享的话和分享这个内容的话呢 可以去到九宝宝.com.my 来为他们助力投票的 OK OK 没问题 那下一位进来之前呢 我们也欢迎大家把这个影片分享出去 是 因为这个影片呢 基本上就记载了他们成长的过程 对 他把他们过去所学的 或者是他们特别精心挑选出来的内容 在这一次机会分享出来 甚至我们就一年了嘛 我们还是会看一年前我们的表现怎么样的 对啊看是不是有成长 所以我们可以对2025年的自己 来 喊一些话 喊话 对不对 2025年的自己 我要像贾玲一样瘦下来 2025年的自己 我要更有钱 肤钱 那是要 现实 肤钱 好 马上我们来请下一位了 OK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OK可以了 干什么 你看 最近喉咙不舒服不好意思 是哈 哎呦 那你可以出去了不好意思 哦那我走 哈哈哈哈 那如果你准备好我们马上就开始了 好了我们马上开始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 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12强 都在这里了 走起 哈喽你好我是Jaden剑桃 哈喽我是Alson冠贤 这边呢就是988的Super练习生的现场了 来到了第几位我已经忘记了 我也忘记了 因为聊着聊着我们好像聊了很多 我是第九位 哎我们已经聊一个小时半左右了你知道吗 而且每一个内容都让我们很有经验 对 跟很想要跟他们更多的交流 有时间关系真的 好马上就请下一位了 你太伤我的心了 我在自我介绍之前我要先讲一下 啊为什么 我是第九位 哦 ok I'm so sorry 海选的时候我对你印象那么深刻 你竟然这样子忘了我 哎他不是忘了你 你他是忘了第几号 OK那我就 呼蔑我 我就原谅你一次吧 我就原谅你一次 好大家好我是真会玩 真好玩的 庄辉煥 哈哈哈哈 为什么你要一直说你是真会玩 我今天又加了一个真好玩 真好玩 啊真好玩 因为 不懂啊 感觉昨天的时候啊不是昨天上一次的时候你就说我真会玩吗对不对 我就感觉很多人会误解 所以我就多加了一个 原来 可是我觉得这个tags很好的因为我在上个礼拜就看到这个tags记下来了 来到的时候看的好你就是真会玩 哈哈哈哈哈哈 其实我觉得 记住我的名字了啦 哈哈哈哈 因为你的名字有点难记得 啊庄因为我是啊庄严的庄恢复对换东西的换少了一个 就就就比较少出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不是属于巴沙的名字 就小名啊小白啊像冠贤也不属于巴沙名字很难记 嗯啊剑桃是吗 剑桃是是啊 巴沙名字吗 你竟然侮辱吴剑豪 哎没有 过分 就是很多人都叫剑豪啊 哈哈哈哈 可是他们有大人旁我没有嘛 OKOK所以慧桃你今天有什么准备的内容 是想要我们可以记得你的 就我准备的内容的话 我觉得跟我的喜好息息相关啦 就是关于穿搭方面 就穿搭时尚之类的 就关于衣服fashion之类这样子之类的 啊就这一这一类型的东西 你很有勇气 至于他我要讲的东西是什么 specifically我们就等一下听啦 可以没问题 但是我我说你有勇气是因为 穿搭这件事情 透过广播说出来 很难理解 是 看你有多少功力了咯 现在有没有后悔 没有机会后悔来 我们马上来听 OK马上来听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主本练习商 胡复青春 What's up 988的听众们你好 我是988的super练习商 真会玩的庄辉焕 给你们带来最好玩的话题 而今天我们就来探讨一下一个 有关时尚与传达的话题吧 毕竟大家都是不复青春的年轻人嘛 那说到时尚与传达我们就会联想到购物 在购买衣物的时候我们都会认为衣服鞋子等都好贵 到底有什么解决方案是可以针对此问题的呢 其实解决方案是有的 那就是购买二手衣物 你没听错就是购买二手衣物 很多人可能会对二手购物界感到有些的陌生 对这些二手物品产生误解 说这些衣物设计过时品质低劣 有些听众可能还会说 买二手衣服那不是在穿死人的衣服吗 但老实说我们在购买二手衣物的时候 是得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态 因为我们其实是在对爱护地球的行动 深呼援手 延长了这些服装衣物的寿命 从而减少了服装生产的需求 以及被丢弃的衣物所产生的环境污染问题 你们知道吗 全球每年被丢弃的衣物数量高达9200万吨 可想这对环境的影响是有多么的大呀 有的时候最好的发现可能都藏在表面之下 所以说自己的经历吧 在购买二手衣物时 我是有收获过一些名牌 或是一些有着自己独特风格设计的物品 而你只要一点的耐心 也可能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惊人物品 那在我们结束之前 我想再次鼓励你们勇于尝试一下二手购物 它是一个非常有趣且富有回报的一个体验 它同时也是在帮助着我们当地的企业 帮助着我们所活在的地球 感谢你们的收听 我是988的Super练习生真会玩的庄辉焕 有缘的话再次给你们带来一些好玩的话题 我们下次再见 披扫 988第三届除可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我感觉我在看那个卖二手 诶其实穿二手衣服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很环保这件事情 我觉得蛮好的啊这样一个分享 但是我想象不到说 二手衣的一些 呃怎么说 像是我自己不会去买二手衣 那二手衣店会有什么东西 二手衣服店啊 呃就看咯有你要去哪一间二手衣服店有一些二手的店甚至连家具也会有卖的啊啊就是他会把所有的这一些衣服是不是根据类别整理出来啊因为你讲二手衣服店的话就是说很多风格都在啊两分钟的时间呢是有一点限制的其实这个二手衣服店是其实蛮官方的很多东西啊是需要去学习还有需要很多耐心去接触的啊 因为二手也有很多不一样的产品可以二手吧嗯对对对就好像刚刚说的家具也是其中一个啊所以你自己身上有穿着二手的一些服饰啊或者是我的手表我的戒指啊我的裤子都是二手的哦真的吗对对对没错没错可是会比较便宜吗的确是便宜很多而且就是其中一个我讲说需要一点耐心去学习关于二手啊买二手衣物呢是偶尔啦你在买二手衣物呢是偶尔啦你在买二手衣物呢 的时候你可以找到一些名牌的可能有一些人对于二手衣服店呢就是感觉哦很多时候会有来假货那些这个其实是的确是有存在的这个风险但是如果你有那个耐心去学习去啊看怎么样去识别真与假货的话偶尔的时候就会遇到啊真货在这些二手衣服店因为可能是某一个有钱人他就把东西卷进去了嗯所以就是说二手货的那个质量还是很好的还是不错的 对需要很多耐心去慢慢找就要慢慢去看啊去慢慢去看因为他们是二手衣服店就是放了很多很多嗯不同质量不同质品的这样子所以你要慢慢去有耐心的去翻过啊去找看有哪一件是最适合你同时品质方面也不会说嗯好有机会可以去逛一下嗯有机会真的要去逛一下 好谢谢辉煥谢谢大家拜拜我们要请下一位练习生了紧紧紧接下来应该就是我看一下是谁啊应该是教宣对呀是个女孩还是要做一下gender review 他们现在是看不到的嘛他们听到啊然后你出来一个声音哦他们还看不到对他们出来一个声音男的你能够来一把男生吗男生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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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来了来了哎干嘛你要带吗还是不带真的哦嗯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988第三届super练习生不复青春不复青春的十二强都在这里了走起 除了十二强还有Alson冠贤还有我Jayden健豪接下来这位十二强呢他今天的 打扮造型有点小可爱是蝴蝶风蝴蝴蝴吗就是要飘起来要飞起来了要飞了要飞了看得出来因为他绑那个鞭子上面有一些ribbon 对请问你要飞去哪里啊呃 飞去你心里 哈哈哈哈哈哈还好是你说的哈哈哈哈这个我不敢说了对咯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来请焦轩跟他打声招呼好的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双微大学的黄焦轩和Christina只有一字之差就是黄伟轩嘛所以如果你还记不起来三个字的话可能你可以先记两个字啦OK还要攀关系啦没有啦只是一样的名字嘛不要容易记嘛要给观众去听去了解嘛可以没问题那你今天为我们准备了什么样的内容哇我今天准备内容啊应该是你们两个都有接触到 嗯就而且是现在很多年轻人去呃去提到的东西很像刚才我们一见面我们就有聊过嗯在之前上课的时候也是有聊过嗯什么呢我还在想要不要卖个关子咧呃可以卖关子的OK啦其实他呃哎你又不要卖关子啦哈哈哈哈满足你嘛现在先跟大家讲才就是他是关于MBTI这个东西哦但是内容的话是什么咧等下我们听一下可能MBTI是易康的强项对他是那个说教师来的 叫我等下要先去给他请教一下是不是对所以等下我要问他哎易康他讲的对不对哈哈哈OK非考核非考核好马上就来听一听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九八八第三届锄本练习商无故青春哈喽九八八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娇萱A型学O型学我相信你有听过那伊人和I人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咧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这个伊人跟I人啊 它其实是一个名为MBTI的性格测试结果那完成这个测试之后你就会得到四个字啊当然不是号码哈是四个代表你人格的英文字母啦那你的首字母究竟是代表外向的I还是代表内向的I呢不测不知道一测吓我一跳我的MBTI首字母居然显示我是一个外向型的人格耶也就是说我是一个伊人而且占比居然还是70多个presentation那么高 让我其实还蛮惊讶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很内向很内敛的人但是其实伊人这个设定啊也不是说不好它对我的帮助还是有的比如说在大学presentation的时候我想到我自己是一个伊人我就有一种在心理上面被加持的感觉变到没有那么紧张更有自信的去表达我自己而且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那么刚好我身边的朋友群里面啊 就只有我一个是外向型的人格所以很多时候啊有一些好事比如说一群人想要去找老师问问课业什么的或者说是去买东西问问价格你就会有一瞬间感受到大家炙热的目光就会不约而同的在你身上Excuse me这个时候不管我有多挨多内向都好我都只能够硬着我的头皮去做那个第一个开口的人了 其实啊不论你的MBTI首字母是E是I都好它都只能够做一个参考却协助我更了解我自己毕竟真正决定什么时候要外向什么时候要内向的人还是你嘛出门在外身份这种东西是自己给的你又不是商品就不要一直把它标在你身上来局限自己啦今天的教你新鲜事就到这里啦我是焦轩我们下期再聊 我们把第三届除可练习生不复青春休息一下等一下更刺激OK啦我觉得他讲对的啦因为之前易康在说这个talkset的时候确实他讲过这个东西的就可能你的测试出来他如果是E的话他未必是E人对他确实说I的话也未必是I人还是取决于当下你那个状态跟心态是怎么样的吧我自己是有一段时期是偏E的所以那段期间做MBTI测试的时候我绝对是一个妥妥的E人 但是我其实后来如果到一段时期我觉得更贴近自己的时候我在做测试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就是一个I人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到底自己真正应该是哪一个 其实我之前测过两次但是两次结果都是E人但是我两次结果测试前我都很信誓旦旦的跟我朋友讲我这次一定是一个I人了 因为我觉得OK我那么一群人里面六个人只有我一个是E人但我感觉我平时的充电方式很像我比较喜欢独处 可能在跟别人去交流的时候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Energy不像Jaden 刚开进来的时候我就跟我朋友讲我会说他一定是个E人吧他Energetic怎样做到的 吵死了那种 他的声音我从在外面的时候我就听到这走廊一定是有人来了 刚才就有说到吗我进来的时候怎么这样吵呢外面 Jaden by Jaden 我只是想要跟他们有更多交流 但你觉得你自己是I的 其实我觉得我在处理事情方面可能是E人就是很像做正经事的时候 可是如果是我一个人很像跟朋友交流的时候或者是说我的充电方式 就是我怎样去让自己更有能量的话我是偏爱人方式 就是比较喜欢独处 就我觉得独处的时候才是可以跟自己去深入交流的时候 就汲取东西 那你跟这十二强一起相处的时候你觉得你是I还是I 我觉得啊某一些情况下可能就是E人 但是如果你让我要让自己去思考东西 做东西的时候 做东西的时候我就是I人 交流的时候可以是E人 所以它就好像一个combination这样子 我觉得我是一半一半啦 可是不懂为什么 我觉得你是看情况啦 对对对看情况 然后但是结果是七十个百分别 有一个可能是可能你自己还没有让自己放开 放开 所以你到一段期间的时候你就不知道要怎么样 所以就有很多拘谨的地方会不会 是有一点啦 只是可能在面对一些 可能要on air的时候啊 我就需要很冷静的思考 就变哀了 对这个时候我就没有办法去很依人去 跟别人交流一些额外的话题啊这样子 那你跟我们聊这么多应该很累了 作为自己想变哀人的人呢 应该赶快出去的 我感觉到我又要被赶走了 他想要讲更多的 有吗你还有要讲吗 没有啦我现在可以矮一点啦 可以拉一下票啦 没有现在矮一点的话 就是不怎么要讲话了啦 OK这样我现在就一 我可以随时转换 好哦那你转一哦 转一啊转一 我们就让你讲 拉票拉票 拉票拉票的话就希望大家 不管是i人还是i人都好 都给我投票好不好 你觉得最好的人不是 不管是i还是i都好 好可以可以 如果喜欢他的表现的话 可以去到 988.com.ny那边去投选的 OK 好啦 欸 欸 应该要请下一个人了 要请下一个人了 应该要叫他走开了 对不对 对你走吧 拜拜 拜拜 我是来果断的哀人来的 好吧那我就走了拜拜 没办法 imfj 他就好像一一不捨 那我走了 他走又不想走 对了 然后又要你挽留他一下 对可是我没有办法挽留 我们的时间真的很紧张 一直在转 然后把那个时间的倒数当中 没有太多时间的情况之下怎么办 因为有一些人可能还会抢着麦克风 然后不让我讲话的 接下来这位 哦是哦 是是是有可能罢了 我不知道而已 不会啦 哪里会 那就别讲话了 哈哈哈哈 哎不要这样 不要这样 那我我说好了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文聪 你也可以叫我master了 还没有开始是吗 还没有开始 那我们就来开始了哈 好可以啊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都在这里了 走起 哈喽我是奥尘冠写 哈喽我是J等剑好 我以为我们两位今天就是consultation 啊consultant 然后我们在这一边要听他们讲话 所以我刚才就在想 doctor在见那些patient的时候 会不会算一二三四 然后算到后面忘记是什么号码 会的啊 那所以你需要有那个护士在外边 帮你处理这些复杂的事物 所以J等你出去帮我处理好了 没有没有没有 开玩笑 但是因为这个时候我觉得 我们就很难了 是 因为来了一个master master更厉害了 我厉害了 对 所以你还是收声吧 还是收声 来来来我说我说 哈喽大家好 我是文聪 你也可以叫我master了 因为我在马大读着硕士 我觉得很开心耶 见到elsen 因为我该在外面的时候 他们真的是太年轻有活力了 终于可以见到elsen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人 我就很舒服 你没有觉得我也年轻活力啊 哈 我也年轻活力啊 还好吧 J等比较年轻活力 哦 你看 你看是不是 你知道为什么我今天这个时候 不要这么的年轻活力吗 为什么 因为我怕我太年轻活力 会比J等还年轻活力 过分 我是不用展现出来的年轻活力耶 你是需要展现出来的年轻活力耶 OK咯 那你们讲咯 我父青春吗 是不是本练习生吗 好了可以讲一下 等一下你的这个 talkset的内容 是关于什么东西 对对对 其实我跟上一位的练习生 有一点点相同 就是我讲的也是mbti 怎么你们这么喜欢 他抄袭我的 他抄袭我的 可是他先出街了 就是你抄袭他了 没有关系 我表现的比较好吧 应该那样 其实我说这个mbti呢 我一开始年头 今年年头的时候 也还不认识mbti是什么的 其实 但是我因为参加了学校的活动啊 之后呢 我就认识了 你知道我年纪比较大嘛 所以我就跟一群 小弟弟小妹妹一起做活动 然后呢 我发现哦 跟他们去吃饭啊 一坐下来不了 他们的话题就是里面 不开mbti 嗯 对对对 所以啊我 当我了解了这个mbti之后 哎 其实我有点开心啦 因为我开始 更了解我自己了 我知道 以前我为什么 哎 怎么我总是内耗的 原来 我就是这个mbti 那我就 更加了解我自己之后 就可以更加去改善了 我自己的问题 嗯 这样子的话 应该等一下会给我们一些解方 还是你是 嗯 没有 我其实是想要邀大家一起来 跟我讨论这个mbti 那同时我也分享 我对自己mbti的一些看法 好 你mbti是什么 infp 哦 iron 哦你也是iron哦 对啊 看不出吗 看不出 哎老师你也看不出哦 是好 那我们来听这位 infp 对 的文聪 好 全新一季电台DJ 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 出本练习商 无故青春 欢迎收听988 你好 我是文聪 今天的988周末不匆忙 想要跟你一起放慢脚步 去观察一下 哎 身边的朋友啊 是什么样的人格呢 今天想和你聊的就是这个mbti人格测试 想知道你的mbti是什么呢 或者你对哪一个mbti有什么特别的看法吗 还是你有没有觉得哪一个mbti是你合不来的 是你的客信呢 留言告诉我们或者是voicenote进来 012-555-0988 那我就先介绍一下我自己的mbti好了 也就是infp 那infp呢 它是一个比较难懂的人格 因为呢 它有一点小小的反差 怎么说呢 就是虽然infp很有分享欲 但是呢 它其实又很害怕分享 虽然infp是色恐 但是它在自己熟悉的圈子里面 又是一个话牢 虽然它共情能力强 但是又经常内耗 所以呢 在很多人眼中 infp其实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表现 那说到infp 我就想要提一提我这个infp的朋友啊 他呢 非常的迷这个mbti 迷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他每个月都要做mbti测试 就好像做身体检查那样 但是这样呢 其实有一点小小的危险啦 就是当我们提点他一些需要改进的缺点的时候啊 他就会说 诶 我本来就是infp 我本来就是这样的啊 改不掉的 嗯 这样是不是有一点在逃避问题呢 我们也不应该用mbti来合理化自己的一些缺点 对吧 所以啊 当我们做这些人格测试的时候 还是要懂得去拿捏他的分寸啦 如果太过盲目去相信的话 在某种程度上 我们的生活是不是就被主宰了呢 好了 先来听歌 回来继续聊 继续走入 988 988第三届除可练习生 不复青春 休息一下 等一下更刺激 今天I 明天I 后天又I 今天又I 我没有办法想像那个每天测试的朋友 真的 没有每天啊 每个月 每个月测试的朋友 sorry 对对对 可是这个mbti 它确实是会 跟着你 参的圈子不同的话 可能你又会被别人影响 然后会一直改变的 因为你会迷茫吧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我听说 最好的这个测试的阶段 就是每半年测一次 这个是最准的 每半年测一次的话 就一定会是来确立说 我每次都一样吗 还是如果我每一次都不一样的话 那代表准确还是不准确 其实 他其实我有朋友是每一次测 他都是一样的 那他就是非常难改变他的 但是有一些人 他容易受别人影响 他也是看圈子 所以他也是会每半年换一次 比如讲E换成II换成E这样子 其实刚刚说的几个都是关于MPTI的嘛 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当你们去做这些测试的时候 会不会被这些答案而被绑死呢 你会觉得说 好像不是在做自己的感觉吗 其实是不会啦 只是我发现有一个问题 就是比如说我自己是INFP嘛 但是我就知道我是一个 非常内耗型的人格 然后有时候呢 我就会发现 当我内耗的时候 我的朋友讲你不要内耗啦 我就会跟他说 可是我是INFP嘛 我就是这样子的嘛 可是其实这东西是 变成一个借口了 对对对 其实它是可以去改变的 看你要不要 就好像我说的 为什么我会提起这个 MPTI是可以随着时间改变的 它不是一个绑死你的东西 所以你只要愿意去发现 或者发觉自己的一些不足啊 然后你愿意去改变的话 其实它是可以很多变化的 它只是给你知道 更了解你自己 你到底是怎样的人 或者是你比较适合 跟哪一些人交朋友 这样子而已 它或许只是给你一个方向啦 怎么样继续走下去 或是做一些改变 对对对 它就好像这个星座也是一样嘛 有很多人相信星座嘛 但是你不能讲 我是处女座 我就是这样追求完美的 你不能改变我的吗 不是啊 我觉得不可能 这个约分出生的人 就一定要这样子啊 他还是可以做很多变化的啦 那你这样子说 其实这个年代的人 都蛮迷茫的 因为他们需要 透过这种方式 去确立自己的一个性格 是 他甚至 只能透过这种方式 更深入了解自己 对对对 诶你那样说 难道我也是这个年代的人吗 突然觉得自己变年轻了 我一直都觉得 我跟他们是同一个年代的啊 诶你自己觉得你不是 哈哈 不要这样子挖动给我 跳下去好吗 那你 你挖下去吧 拜拜 诶诶 等一下 我还要拉票 记得投票给我 然后 我的IG是 MUN underscore C O N G 谢谢大家 拜拜 谢谢拜拜 再见 只有你最有企图心 也是最老的人 才会这样子吧 是 刚才好像只有他是主动 对对对 其实他都 是 有的有的 你看 接下来这位就迫不及待的开门进来了 啊 我们不用 邀请吧 还要蹦蹦跳跳的跑进来 这个杯声应该比较严重一点 所以他 哎 有 他有点过冬 对 OK好那如果 诶你OK吗 准备好了 哦 准备好了那我们就要开始咯 嗯 可以啊 来了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九八八第三届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不复青春的十二强都在这里了 走起 终于啊终于啊 我们就快可以下班了 我是 刘蜜老师奥三冠贤 我是Jaden剑桃 因为最后一位的Super练习生登场 也要展示他的作品了 我们欢迎 是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上下左右 但是只有左安出现的Joanne黄诗恩 特别甜美的声音 所以这个时候是左安还是右安啊 我是左安 等一下下班就是右安 哈哈哈哈 哎这个有趣 这个好玩 Joanne 所以你今天给大家准备了什么样的内容 好我今天准备的呢 其实是动物冷知识 因为我自己本身呢 是非常喜欢冷知识的嘛 然后呢 我那天就刚好刷到 这个冷知识 我就觉得好有趣哦 而且应该也蛮少人会知道的 所以呢我就特别想要分享给大家 可是为什么会是选择动物的冷知识 而不是植物的 而不是其他类型的 因为那天刷到的就是动物冷知识 我还以为是精心 特地要 因为它特别免生 特别免生动物的冷知识 对 我感觉它未来就是要跟大家讲的动物 然后就变成了国家地理频道 有有有 其实我还有一个动物的 也算跟动物有关系的一个冷知识啦 嗯 因为你知道其实人也是高级动物嘛 是不是 然后我就刚刚有刷到就是 人呢其实在吃香蕉的时候 会非常的吸引蚊子 吃香蕉 对对对 它会来叮你 然后我就在那边想 诶猴子也算是跟人很协贱 这样还不是每天被蚊子叮 诶这样有可能哦 是不是 难怪孩子在抓啊猴子 诶诶 诶诶 诶有道理 有没有 诶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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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这时候马上就来听诶诶的分享 好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出品练习生 无故青春 欢迎回来988 这里是你的Super练习生 Joanne黄诗恩 那么节目的最后呢 又是冷冷冷知识 诶 那刚刚呢 我们也有预告过了嘛 今天呢 我们就是会和大家分享 关于那些会让我们 哇哦的动物冷知识 那首先呢 正在收听的你们啊 是不是也和之前的我一样 一直觉得 诶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动物 就是海豚呢 但是实不相瞒啊 其实啊 还有一个我们日常都会见到的动物 也是榜上有名哦 这个动物啊 它一般呢 出现在夜晚会是比较多的 那通常呢 都穿梭在大街小巷 啊当然也有可能出现在你的家啦 而且这个动物呢 它可以说是家庭主妇啊 最讨厌的动物之一 反正我妈妈是很讨厌啦 那这个神奇又神秘 还绝对聪明的动物是谁呢 那就是老鼠 不说你不知道哦 一只成年老鼠啊 其实有八岁小孩的智商哦 所以如果老鼠咬你 不要怀疑 它绝对就是在报复你 除此之外呢 它们的警惕性啊 也是非常非常高的哦 所以当你以为你抓得到它 其实它是在逗你玩 当然你也可能会问我 诶那为什么我们还是会抓到老鼠呢 嗯可能它不成年吧 好那今天的冷冷冷知识 也到了尾声 如果各位呢 还想跟我们分享 关于你和老鼠的故事 也欢迎你到988的官方面子书留言 那么也别忘了持续留守988 我们下期见 全新一季电台DJ养成计划 988第三届俗篷练习商 狐狐青春 好 好 好的哦 我开错自己的麦克风 老鼠会咬人 这什么情况之下 老鼠会跑来咬你呢 就是你想要抓它的时候呢 它要反击嘛 它就会抓你啊 它会追回你吗 其实我没有被追过 但是我有看过 就是南方那种老鼠 是非常非常大的嘛 那它真的是会追着人这样子的 好有趣的一个分享 不过 接下来呢 因为我们来到节目的尾声了 我们其实也要公布 接下来练习生 他们其他的考核任务 我们马上请出我们的 不复青春推荐人 考核任务三 节目策划书占了150分 考验12强策划节目的能力 他们必须策划2小时周末节目 并将由988评审团评估 考核任务四 创意PSA占了100分 考验12强的创意能力 内容自由发挥 但必须在30秒内 传达社会公益资讯 5月18号将在节目中播出之后 听众就可以上网 为你觉得最有创意 最能打动你的 Super练习生投票 接下来的考核任务也蛮难的 其实很多事情要处理 要准备的 尤其是那个策划书 是 那不管怎样呢 因为我们下个星期的节目 还是会进行的 希望你继续留守 下个星期 下午5点到晚上7点钟 988第三届 Super练习生特别企划 我是Alson冠贤 我是Shirian健 好 我们下个星期见 988第三届 Super练习生 不复青春 下个星期继续 不复青春 在影片这边 还是可以继续跟Shirian聊的 因为他还是可以有 跟其他人一样有时间 是 我们聊更多 好的 所以请问你在讲 这个节目的时候 刚才的节目内容 你完全就是 透过网络上面的搜索 然后你就分享 就代表你评语 看的东西 就是这种类型的 是 就是有时候你刷抖音 或者是小红书 就会跳一些什么 那种小百科 小的冷知识 那些 对我就有刷到 然后我就觉得 好有趣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你就喜欢这种奇迹 这算奇迹怪怪吗 我觉得 也算了 也算了 这个比较算是 你不知道的世界的 一些有趣的事情 有些看人家吃饭 他们都看 对不对 对对对 我很喜欢看这个吃饱的 真的 就看他吃饱 对对对 尤其是我肚子特别饿的时候 我特别喜欢看 那你看了就饱吗 可是我就 忘没止渴的意思 因为我觉得 我吃不到那个 好吃的东西吧 所以我就特别想看 这世界好奇怪哦 就是这样奇怪的人 人类太压力了 不以后我也是这样觉得 所以 OK 江思恩 你这一次来参加比赛 你还有什么想要告诉我们的吗 还想要告诉你们的就是 多多期待我的成长吧 我觉得 我也希望可以在这里 跟大家一起成长 然后一起就是 加油加油加油 突然间好正能量哦 好适合我们一起动起来哦 如果喜欢他的表现的话 可以去到 jubaba.com.my 那边点击 然后助力 然后给他们投票的 分数都很重要啊 对他们来说 最重要就是 其实我们想要 透过这一次的 Super联系生呢 可以找到大家 心里喜欢的DJ 到底你喜欢谁 你一定要用行动来支持 没有的话呢 他们就没有机会 在未来广播上面 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OK 今天也谢谢石恩 Thank you 好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拜拜 好了我们节目 也到这边为止了 谢谢 再见 Super联系生 Close 我们下星期会Open的 拜拜